大家感慨 四十幾年前 殷先生在台大不能教書 他的中國文化展望也查進 幾十年過去 現在既然由台大算是官方 不但是使這個印海關故事 可以保留 變成一個可以常觀的一個地點 也主動的來出版這個全體 重新編輯 這整個的過程 不只是殷先生一個人的歷史 是我們台灣或中華民國 整個走過的一段歷史 同樣的這一套全體 也不只是代表殷先生的思想 跟代表他的歷史 也是某種意義上 也是呈現了我們這幾十年來 整個發展的過程 那麼從他全體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相淳提到的 一個在大陸年輕時候 非常擁護國民黨 而且是蔣介仁先生的崇拜者 跟他到台灣來 一方面還激烈地批評共產主義 共產黨 可是一方面也對國民黨 做了非常強烈的批評 以至於惹上了很多麻煩 整個過程從這個全體裡面可以看出來 從全體裡面可以看出來 其他的一些台灣發展的痕跡 當時他介紹邏輯 介紹一些西方的哲學 是用怎麼樣方法來介紹 介紹方法很多人 因為他介紹是很片面對不全面 這個也是代表了 也呈現了我們這個接受西方文化 整個的一個過程 所以包括他這個書信的書信集 其實我最喜歡討論書信集 可以看到當時學者之間 怎麼樣用書信來討論問題 甚至於他寫給殷世母的信 也可以看出老一輩的人 跟情人怎麼寫什麼寫信 呼吸離開的時候 是用什麼方法來表達這個 互相的感情 所有這一切呢 都可以從他的拳擊裡面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他的拳擊不僅僅是他裡面 他的政治思想他批評國民黨的部分 也不只是他介紹的這些 西方哲學或邏輯的這個部分 還可以呈現 某種方面可以呈現一些 台灣各方面的發展歷史 以及從大陸策略到台灣以後 整個的轉折 所以殷先生有他獨特的一面 其實也有共同的部分 所以這套拳擊呢 我們出版一方面 我們又非常感謝台大當局 也特別是出版中心 然後 有兩位呢 他們自己不會講的 我要感謝這個潘孝哲先生 跟簡明海先生 他們進了非常多的力氣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來跟這套拳擊 因為 二十年前的拳擊呢 是有負責的 那麼 裡面疏漏非常多 在此呢 我也要感謝櫃關出版社 一個規模不大的時間出版社 既然肯做這種一定會虧錢的生意 那麼這一次的重編呢 大概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個 那這是因為我的信息筆劃比較少 所以排在第一個 事實上全部的力量呢 是潘先生跟簡先生呢 兩年的故事了 在此呢 我要特別感謝他 我們要感謝櫃關出版社 再一次的感謝台大當局 這個奧校長 這個金營長 還有這個院舉政主任 那麼 柯教授呢 是 推動的這個拳擊 可以在台大出版中間出版的 背後的黑手 我也要在這裡感謝他 謝謝各位